我们就是来看一下刚刚这一题 就是性别这一题 性别的话第二个字 所以第一个 一样游标放在这里 两阶段 第一阶段的话就是插入函数 插入哪一个呢 文字嘛 OK 所以你可以一二选类别 三的话选有个函数叫MID MID 那因为它需要三个参数 一个是什么 哪个文字 你要切割的文字 就这个身份字号 第二个讯息是第几个字 第二个字 要几个字 一个字 就是一或二 按确定 所以你给它一 给身份字号 二我要给第几个字 第二个字 有没有 star number 第三个要几个字 要一个字 所以呢 它要取得你要的字 是第几个字 你会发现 前后有双文字 是文字 那 这边有没有发现 它前后是有双引号的 那表示什么 它也是个文字 所以透过MID取得的资料 它过来的会是一个 文字一 那文字一跟数字一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没有观念 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 你后面很可能会做错 怎么说 按确定 好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 把这个公式剪下来做判断 那怎么剪下来 剪下的话 选取之后 不包含等号 把它按右键剪下 再插入第二个函数 就是逻辑 所以你可以从文字选到逻辑 找到一幅 一幅就是逻辑 它有三个 一二三 那第一个的话是逻辑判断 什么判断呢 所以你要给一个条件 这个东西 这个里面的东西呢 如果等于一 所以中间有个比较 是等于呢 还是大于呢 还是小于呢 如果它等于一的话 OK 那它就是男生 OK 那一样 如果男的话 前后要加双一号 不过if蛮贴心的 会自己帮你加 所以我就不加了 OK 那女的话也是一样 打个女 前后一 只要是文字 一定要前后双一号 好 那它会自己加 好 那输入完毕之后 理论上 看起来好像这个公式 好像没问题 有没有 好像没问题 但是你按确定之后 你把它向下填满之后 你会发现 奇怪了 怎么 没有错误 但是 它得到的结果 却是通通都女生 其实跟各位讲 这个地方到底错在哪里 看得出来吗 其实 这个错误呢 只要是使用于sale 都很容易发生 我发现很多人 没有概念 文字跟数字 没概念 他以为文字跟数字 一样 刚刚不是有看到吗 mead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双引号一 有没有 然后这边等号是什么 等于一 那你想说 老师不是一样的东西吗 不是一跟一啊 我们看起来好像 其实一样 但是esale会认为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前面是文字 那文字不能计算 完全不能计算 那只有后面没有双引号 才能计算 所以哦 那怎么改才会正确 要不就是把后面改成这样子 两边就会一样了 那要不呢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把前面这个1 改成没有双引号的1 然后再跟后面的1 两边就会是一样的 OK 所以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发现 很多在学习esale 或者在学习程式的人 没有文字跟数字的概念 因为会认为 大家眼睛看是一样 可是实际上呢 电脑在看 就会认为完全不一样 OK 这个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 就是错在这个地方 老师都对啊 没有问题 为什么它是不给我正确的结果 我去看 你敢做形态的啦 就这样 OK 那按确定 这怎么改 把1前后加双引号 这样子呢 你会发现哦 它马上会出现一个去 去的话意思是哦 他是1 是男生啦 按确定 我们来看一下 对 向下填满 有没有 这样子 就是OK的 好 那就是 当然这个方法一啦 那方法二的话 就是说 对我同学说 老师那 可是哦 我不希望说 因为我有时候工作 后面的资料来的 就一定是数字 那也就是我后面 我不能改 那不能改 那怎么办 我刚刚讲过 如果后面你坚持不改 那前面又是这个的话 那势必呢 你要把它变成这样的话 你势必需要有一个函数 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文字1 转成数字1 那这是一个需求 可是你想说 老师有这样的函数吗 可不可以把文字变成数字呢 有没有这个函数 跟各位讲有 但是在哪里 如果你不知道没关系的 你可以在旁边 这个游标先放旁边 插入函数 找找看 那文字变数字 诶 理论上应该在文字类里面 我们看一下 那这些底下都有说明 你看这个函数 它是把全形转半形 这个函数是把半形转全形 反正每一个函数都有它的作用 那跟各位讲 当然你不用傻傻的一个慢慢看 因为它刚好在最后一个 在哪一个 有没有看到 Value Value呢 底下有说明 将文字资料 转换成数字资料 那不就刚好是我们要的 所以如果你将来有一个需求 我后面不改 我要改前面的 好 那你就怎么改 很简单 你就直接在这边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这个后面不改 好 那我改怎么改 就是把这个公式 外面再包一个value 跟刚刚R&D很像 R&D不是前面刮一个前开 前刮户再刮 那就是说 你先在这个前面打一个value Value value 然后呢 前刮户 然后再到这个后面的后刮户 等号前面这边 打一个后刮户 这样子的话呢 有没有 这个动作呢 基本上 它就是帮你把取得的这个1 文字1有没有 经过value之后 它就帮你把它转成数字1了 所以这个数字1呢 跟这个后面的数字1 两边都会match的 那match的话 得到的结果一不一样 得到的结果也会是一样的 所以会不会出错 也不会出错啦 所以有两个改法 要不呢 你就改后面的1 把1改成文字1 OK 那这个比较多啦 可是有的时候刚好 比如说你刚好 那个后面的资料 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的 它一定都是数字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你改前面 那只是说 你必须要把 这个mid的 前面再加上 一个value的去 这个函数 这样就OK了 所以今天的话 理论上就是 大概先讲到这里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 原则上我们就要来解决 这个手机号码的串接问题 OK 然后还有其他lab ライト 我想请各位自己练习看看吧 那还有如果你觉得文字类函数 很重要的很多啦 那如果你想要彻底了解 请各位自己再去找相关书籍啦 太多 我是建议如果你假设对函数不熟 不要说你会用一次 OK 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